我是觉得已经毁了我的一生 精神上而且确实已经诊断成抑郁症了 当时有种他也说话 一读都都在这样都这样子的 他说你这个两个月神经损伤了 没有两个月恢复不了的 你就看我这样嘴巴呢 这就是你张嘴的一个张嘴 张嘴 你看我拉啊 你看我往这边扯一下给你看 我这边没有力气 就故意往这边扯 他也扯不过来 动不了 他们说赔偿这五千块钱 还是这个法人出于人道主义 来赔偿的五千块钱